好 昨天10月10號的 國慶大典上 來了兩位前總統 一位是陳水扁 一位是蔡英文 兩個人秉肩而坐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 蔡英文總統 前總統他發臉書 提到了昨天的 國慶大會上的這個螢幕 他自己PO的這個臉書照片 把陳水扁給卡掉了 陳水扁只剩下一個肩膀 跟一個耳朵 還有半個頭 就有點奇怪 你看到這個旁邊是空椅子 他寧願把一半的版面 留給空椅子 也不要讓陳水扁入境 於是外界就有很多的說法說 堅持在自己的版面 不跟陳水扁同框的前總統 各式各樣的解讀都出來了 有人說小英不喜歡阿扁 類似像這樣子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去檢查一下 蔡英文的社交媒體 除了臉書他是PO這張 就我們剛剛說的 把陳水扁卡掉的 在翠上面 又兩個人同框了 又兩個人同框了 而且並肩而坐 燦效 所以這個小英總統 這個蔡英文好像也滿有心機的 在這個臉書上不同的target 他有不同的安排 另外這個陳糟茲 他是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他又很感動 他要謝謝韓國瑜 他說陳水扁過去 每一年都很想來參加國慶大典 可是都沒有人邀請他 蔡英文都沒有邀請 那這一次韓國瑜院長 主動來邀請他 所以他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 他寫說永遠不要認定 所謂的綠營都是好人 藍白營都是壞人 壞人好人 有時候不一定 不過缺席的前總統 馬英九前總統 他沒有來 他說他是要抗議 賴總統的新兩國論 我們來看看 前總統陳水扁第一個抵達國慶會場 手持拐杖 白襯衫 綠領帶 這也是他卸任後首度參加國慶大典 另一位同樣也是卸任後首次參加的 就是前總統蔡英文 扁蔡兩人邊看表演邊聊天 蔡英文笑得開心互動家 大會主席韓國瑜致詞時也特別提了一下 前總統陳水扁總統 前總統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回去後四小時臉書發文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還附上一張照片 但卻刻意咖掉右邊的阿扁 左邊還留有一個空位 不免讓人聯想 這空位是在只因不滿總統的兩國論 臨時取消不來的馬英九 我身為中華民國前總統 本來應該出席總統府前舉行的國慶大典 但是我今天決定不去參加 因為賴清德總統 主張新兩國論 追求台獨路線 嚴重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刻意不到現場來的人 就沒有辦法感受到現場那樣 令人鼓舞的氣氛 所以刻意不到現場來的人 自己應該要覺得遺憾 你剛剛聽到卓榮泰說 刻意不到現場來的人 應該要覺得遺憾 講的是嗎 英九 我覺得我們不要刻意去講 這個蔡英文的心機 我覺得那純粹是一個同框美學 因為你如果把陳水本都完全切掉 那就要切掉他自己的肩膀跟膝蓋 所以為了維持他的完整 不得不把前總統的半身也留回來 可是這邊還有位子 他可以不要拍這個空椅子 我覺得從善良的角度 我覺得我們應該多一點討論 是賴清德 你們大家都記得 自從賴清德獲得民進黨的提名 成為總統候選人以後 藍營這邊的人 就是一天到晚都講 務實的態度工作者 講得又兇又猛 好像大禍將至一樣 我不只一次的在本節目 或在別的節目裡頭講 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的務實態度工作者 是一個非常平鋪直序 一個不會起大風大浪的 大家不相信我 他們都以為我是不了解賴清德 他們比較了解 昨天賴清德的表現 就是一個典型的 務實的態度工作者 你看他把中華民國 從武昌其一那一天 帶進來一直到今天 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113年結結實實的 每一年都算進來 這個務實不務實 所以他在講中華民國 講得如此流暢 我就要改變我的論述 你看 因為他講中華民國 一點都不心虛 一點都不尷尬 所以ROC可以講 中華民國 所以這裡就是China 一個大C 然後PRC 這裡一個C 這個是中C 這個ROC 這裡有一個C 這個最小 3C 我為什麼要畫這張圖 因為這張圖 可以解釋老共的立場 老共的一中原則 就是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沒錯吧 只有一個中國 而唯有一個合法的政府 就PRC 所以就這兩點 美國 我們全世界 都沒有能否認 所以他昨天賴清德的演講 或者各方的反應 我覺得各方反應都還算合理 燃營的反應最尷尬 因為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理由 不同的出發點 通通百花齊放 好奇怪 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 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是ROC的那個小G 如何解釋自己 那老共的解釋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一個中國 一個合理的政府 而這個沒有主權 他講得很清楚 他講台灣沒有主權 所以台灣既然沒有主權 他就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的中國的一部分的話 我們的理解應該就是 台灣你可以講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他從來沒有公開說 你可以各自表示 這一點我們這邊 尤其是偏欄的 包括趙老大 他今天沒來 我可以批判他一下 他一直講說 他不同意 你可以照講 你照講沒有關係 聽不聽是你的事情 他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 沒有這回事 台灣沒有主權 這是老共的立場 昨天賴憲德的立場是什麼 是我這個ROC 他昨天講ROC很順 嘴巴很順 自從武昌奇異 辛亥年那一年 一路113年 傳到今天太平津 好順 那是什麼 是這個我打輸你 我越打 我年紀比你大 但是我由大變小 你有小變大 你有小變大 你就代表了中國 我沒有辦法再代表他 然後我命載 我到台灣去了 而且落地生根了 所以他說我們互不隸屬 是他跟他互不隸屬 所以你不能決定我的命運 這個既然不能決定的話 那他這個ROC跟這個China的關係 就模糊了 就好像聯合國的2758 決議員類似 不 我還沒講完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點 就馬英九 因為我們講到馬英九了 馬英九還是很固執 馬英九還是認為 我的講法比較沒事 老共比較不會生氣 我已經講說 我的他的主權 也是從辛亥革命算起 所以這兩個民進黨的講法 賴清德的講法 跟郭敏昌講 跟馬英九的講法 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馬英九的講法是 我是現在那一年算起 搬到台灣以後 我的主權當然在 你說我沒有 我當然在 但是我們的主權 是覆蓋整個中國 所以是主權重疊 賴清德的講法 是主權平行 對 時間上是平行 空間上是互不隸屬 我請問你 馬英九的講法 北京有沒有賣一點人情給你 說你這樣講 不錯 不錯 很乖 所以我對國民黨 就比較好一點 好像表面上看來 藍營都希望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是沒有效果的 但是藍營要理解到 你堅持這個講法的話 你在台灣的選舉 就每一次你的選票就流失 很不值得的 你認同大佬說的話嗎 我會覺得說針對祖國論來講 我一向都是聽其言 關其行 我不會把賴清德直接講說 昨天沒有講祖國論 我不會講說賴清德說中華民國 他要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句話我給他肯定 他要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給他肯定 但是說真的聽其言 關其行 他後面怎麼做 他遵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這我比較關心 其他的對我來講說 怎麼樣做會不同 但是我必須先講一些事情就是說 我們去講一個前前總統 他出不出席 其實我覺得這也很奇特 因為我自己認為說 我自己在國外很久 在美國十幾年 我認為台灣現在應該已經成長 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如果說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裡面 你要講什麼話 我們都能聽 不會說你跟我的意見不一樣 我們就用聲量 我們就用頻道把你的聲音壓下去 這是不可以的 在美國是不可以這樣子 而祖宗泰今天的發言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蠻不下當的 為什麼 因為你是 你對一個前前總統 然後你是現任的Premier 你是現任的行政院院長 然後去批判一個前前總統 因為他的話語跟你不一樣 不管他有沒有 不管他對還不對 他有沒有違法 他目前有沒有違法 而你這樣是以現任的行政院院長 去某個程度上去look down 去某個程度上去蔑視 去否定這個前前總統 他的所有作為 我看過的在美國的政治人物裡面 我只有看過一個人會這樣做 叫川普 除了其他除了之外 都有一定會很有民主 很有民主風範 但是我也知道 卓龍泰本身的個性 不是這樣子的人 他為什麼會講這樣的話 所以相對來講 對於國論來講 等一下可能會提到 我覺得韓院長一直把 把一個很重要的一塊拿出來 國會改革案 他出來談的時候 其實韓院長在這整次 不管是國慶晚會 還是國慶大典 甚至是後面的國慶煙火 他講的話都是儘量說 大家都好好過 大家都好好過 把所有人把團結起來 可是如果這樣講的話 其實國慶改革案裡面 最重要的是國慶聽證 還有國慶調查 某其國慶調查 我們現在查超司 超司老實講不滿意 請問我們其他人 最關心的疫苗案 疫苗案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應該被查到 沒有被查出來 這點我很好奇 蘇惠 我覺得剛剛佩祥說得對 對馬前總統 其實他是前前任總統 他要來或不來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但民進黨就是不斷在勤勒 大家還記得包括說 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也要去勤勒侯友宜蔣萬安 你們怎麼可以不來 你們有什麼事 我記得那一次 本來蔣萬安是有行程 本來是說他可能沒有辦法出席 他有行程 但民進黨就發動鋪天蓋地的輿論 然後勤勒 市議員的指責 後來逼得蔣萬安必須要改變行程 還是去出席就職典禮 但說真的你們有給人家足夠的敬仲嗎 即便去你們也沒有多在乎 所以我覺得沒有去就沒有去 去年我特別去查 去年馬英九也沒有出席 蔡英文主持的國慶典禮 你們有很在意嗎 你們也沒有很在意 所以不必要去勤勒 不同立場的人 一定要來碰中 你有來 然後你特別會去跟他握手嗎 你會特別開心嗎 也不必 所以我覺得這純粹就是一個勤勒 跟扣帽子 好 我覺得蔡英文 對不起 我講一下 我覺得蔡英文很厲害 他在這個臉書上面 只PO了就切掉陳水扁的 然後在翠這邊 因為是比較多民進黨的支持者去的 所以他就 他一連PO了四張 一連PO了四張 跟賴清德握手 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他自己 然後就這張 就這張他自己獨作的 跟陳水扁的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在這種群眾的掌握上面 還是滿厲害的 然後也多少在臉書 他可能覺得比較多 年紀比較大的 或者是說範圍比較廣的 他就還是保持著一個 跟陳水扁適度切割的 我徹徹底底的覺得 在這場的國慶大會上面 最突兀和最奇怪的人 就是陳水扁 一個在保外就醫的 被定罪的貪污的前總統 他有什麼資格 坐在我們國慶大會的典禮上 還跟大家這麼熱絡的打招呼 所以我覺得邀請陳水扁出席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有問題的 這不是和解的問題 這是一個國家的原則的問題 你在批評誰 韓國瑜 其實就是韓國瑜 邀請的人得問題 就是韓國瑜 就是說他有必要請 陳水扁總統去嗎 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至於馬英九 馬英九他今天 要基於賴清德 是會主張新兩國論 所以他在立場上面不同 然後沒有出席 我覺得這是馬英九的抉擇 然後你因為這樣子而去 而卓榮泰說你這樣子不出席 然後是在 對韓國瑜來講也很不禮貌 他就純粹就是在吃韓國瑜的 韓國瑜的豆腐罷了 不過陳水扁會出席 也是因為韓國瑜邀請他的 陳昭姿表示歡迎 而且鼓掌 昭姿委員他的立場 當然向來他都是非常堅定的 替這個陳水扁先總統 所以他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詮釋這件事情 比方說過去陳前總統 他可能對於自身的司法案件 有一些的論述的時候 陳昭姿委員站在他的立場 他也給予了一些聲援 我想要昨天看到的是 在一個國慶的大典上頭 當大家在說訴諸一個團結的時候 這個國慶的籌備會 還是給了前總統一個 這樣子的禮遇邀請他來 我覺得陳昭姿委員 他在他臉書上頭 提到的一段話 我自己本身是滿有感的 他說我們在台灣生活的人 太多人壁壘分明 不是說藍的人 就一定要說綠的都種種的不好 也不會說是綠的人 就認為藍的一定是窮窮二極 一定是十二不赦 所以站在這個基礎上 應該有更多的事情可以來討論 在一個國家慶典當中 適不適合來邀請陳前總統 我當然相信每個人都會有 自己不同的想法跟主張 好 我補一句 進不了廣告了 好 請說 來 不是 有一次 我從本節目結束 要回去的時候 陳昭姿進來了 因為他參加另外一個節目 所以我跟他擦身而過 我跟陳昭姿很熟的 他剛開始 我剛開始回到台灣的時候 他對我的作為 對我的言行非常感動 他說他要捨他的命補貼給我 他要貼命給我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李登輝 一個是我 我感動得要命 我其實也不值得他做這樣做 那一次我們擦身而過的時候 說昭姿 你幹嘛參加民眾黨 我說你以後的日子 尷尬的時間很多 他不太瞭解 他不太瞭 他說你怎麼這樣講 我以後向你請教 你看他現在多難過 你覺得他現在很尷尬嗎 你覺得他現在很尷尬嗎 當然 他很多場合 他舉手也不對 反對也不對 什麼都不對 你知道嗎 我發生了你 還沒 problema 他不會很尷尬 他會疼呢 他不會太 Visual